营养及功效,一,能清热,消肿,化瘀解毒,凉血止血,对极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极性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都有抑制作用。 苦麦菜别称来由,苦菜,劫脱帘,小苦麦菜,苦叶苗,败酱草,苦麻菜,黄薯草,小苦巨,活血草,献血丹,小苦麦,苦丁菜,苦碟子,光叶苦麦菜,燕儿依,味菊科植物山苦麦的全草或根,早春采收,洗净,先用或晒干。 分布于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因叶有苦味,苦巨的全株味菊科植物,多年生草本,生于山地及荒野,味田煎杂草,春季开花前采挖全草食用,一般多不喜欢食苦麦菜味苦。 主要成分,本品含有苦味素,蛋白质,维他命B,维他命C,胡萝卜素等成分。 但未见有正式医学文献报告,苦麦菜苦麦菜含有抗肿瘤物质,营养及功效,一,能清热,消肿,化瘀解毒,凉血止血,对极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极性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都有抑制作用,二,研究表明,苦巨菜是一种出色的保健食品。 苦巨菜的白浆中含苦巨菜精、树枝,大量维生素C以及各种类黄酮成分,常食含苦巨菜的食品可防治多种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感染症以及提高体免疫能力, 三,对预防和治疗贫血病,维持体正常生理活动,促进生长发育和消暑保健有较好的作用。 四,食用苦麦菜有助于促进体内抗体的合成,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大脑机能。 五,盘有丰富的铁元素,有利于预防贫血,多种无基盐和微量元素有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多种维生素可促进伤口愈合,防止维生素缺乏。 食疗妙方,消炎解读苦麦菜金银花蒲公英汤妙方,苦麦菜250克,金银花15克,蒲公英15克,将苦菜洗净铜金银花,蒲公英放入饱汤锅内加水3000毫升煎汤饮。 日分六次热饮 功效,消炎,解读 适用于子宫内膜盐,宫颈盐,子宫颈弥烂,白带腥臭,子宫复健盐。 急性烟盐苦麦菜叶菊花汤饮妙方,苦麦菜250克,叶菊花15克,将苦菜洗净铜叶菊花一同放入饱汤锅中加水2500毫升饱汤代茶饮。 功效,清热,解读 适用于流感,上感,急性咽盐,扁桃体盐。 清热解读苦菜汤妙方,苦麦菜500克,将苦菜洗净,放入饱汤锅中加水1000毫升煎符。 功效,清热,解读 适用于胸窗,蜂窝组织盐,无名肿毒,妇女乳庸,急性细菌性粒疾,急性黄胆形肝盐。 胆囊盐苦麦菜汤妙方,苦麦菜250克,蒲公英20克,将苦菜,蒲公英洗净放入饱汤锅内加水1500毫升饱汤,日分5次代茶饮。 功效,消炎,解读 适用于胆道感染,胆囊盐。 解读苦麦菜猪肉汤妙方,苦麦菜150克,做姜草50克,猪肉50克,将苦菜,做姜洗净,猪肉洗净切片,加水1500毫升一桶饱汤饮,每日两次,现做现饮。 功效,清热,消炎,解读 适用于肝硬化 消炎苦麦菜大早汤妙方,苦麦菜250克,大早10枚,将苦菜洗净,同大早放入煲汤锅内加水600毫升煲汤,早晚热分浮,连浮一剂。 功效,消炎,平喘 适用于慢性气管炎 麦菜黄豆豆腐汤妙方,苦麦菜500克,黄豆芽100克,豆腐100克,生姜50克。 将苦麦菜洗,黄豆芽,豆腐洗净放入煲汤锅内加入清水1000毫升煮开后,下苦麦菜调味即可,日分三次。 功效,除暑,清热,降压,解读。 适用于高血压,苦麦菜黄豆滚豆腐是广州增成民间消暑汤之一。 消炎解读苦麦菜将外用高妙方,苦麦菜250克,将5克,将苦麦菜,将洗净放入炸机中打成泥状,浮于疮痒不胃。 功效,消炎,解读,利于伤口愈合,缓解疼痛。 适用于窗阳。 注意事项,一定要洗干净,公路边不能食用,废气无染。 请不吝点赞,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